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继续来对比这个 Honda的这个Accord和这个Toyota Camry 上一期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Toyota Camry的 它的一些优点 那我们提到了包括像是它这个 非常出色的这个燃油的这个油耗方面 很明显是优于这个Honda Accord的 再要呢 就是它的这个这一代的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它的操控更加的敏捷 然后呢 它行车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它更加的轻盈 那么除了这两点之外呢 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 Toyota Camry的话呢 还非常的安静 相比于这个Honda Accord 我们之前提到过Honda Accord的话呢 它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 尽管说发动机的这个噪音呢 已经是压到非常低了 但是行车当中呢 这个风速的这个噪音的话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明显的 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这个风噪和这个路噪都压制的非常好 它所搭载的这个电动机呢 跟这个车子本身的引擎 车子本身的发动机呢 搭配的非常的完美啊 它通过给这个发动机提供一部分的动力 然后呢填补了 也就是减少这个发动机呢 可能会过度负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从而呢就会减少这个发动机呢 可能会发出了一些刺耳的噪音 那就是这个Toyota Camry的这个中控的方面啊 也是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易于使用 它也是在这个触摸屏旁边呢 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调节的旋钮 以及这个物理的按键 可以帮助人们呢 能够快速的在这个菜单之间呢 进行切换和导航 或它的这个触摸屏呢 上面的这些菜单图标的设计呢 也都是比较大型的这个图标 所以呢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轻松的进行选择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评测手 在这个评测过程当中呢 觉得非常喜欢的地方 那在这个安全性方面的话 所有的这个Toyota Camry的话呢 都会标配一个叫做 Toyota Safety Sense 2.5家 就是2.5 plus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里边呢包括了这个 呃行人监测的这个AEB 就是自动制动系统 以及高速上面的这个自动紧急制动 还有呢就是这个车道偏离啊 LDW 最后呢在这个混合动力车子的 这个电池保修方面 Toyota提供的的话呢 是10年15万英里 然后是这个先倒者为准 那么对比这个Honda的话呢 它只提供了这个8年 然后是10万英里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Toyota呢又是占有一个优势 那么在说完了优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混合动力的Toyota Camry 它有哪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呢和这个Honda Pro的类似 尽管说它已经配备了非常多的 像是这个紧急制动系统 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的特点 安全的措施 但是有两项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这个盲点侦测 还有一个是这个后方的交叉交通的检测 那么这两点的话呢 在一些低配的版本上呢 是不具备的啊 你要需要额外的另花钱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测试当中 Camry的这个LED的近光大灯 在照亮前方道路方面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虽然这个灯光看起来呢很明亮 但是它在这个道路的照亮的 这个远程方面呢 表现非常一般 所以说呢 这个当开车的时候 司机们可能会尽量的使用这个远光灯 才能感觉到这个前面的路呢 看得比较清楚 第三一点呢 就是这个Toyota Camry的 这个后备箱空间的问题 那么其实Toyota这个混动版本的Camry呢 和它普通的这个汽油版本的Camry 它的后备箱的大小呢 是没有差别的啊 是相同的 但是跟这个Honda Accord一比的话呢 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宽敞了 那么在这个测试当中呢 一台Honda Accord的 它的这个后备箱呢 可以放下四个大的行李箱 和一个小的旅行带 但是呢 在这个Toyota Camry的这个后备箱呢 只放进去了三个大号的行李箱 和一个小的旅行带 所以说呢 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么到这里呢 这两台车的 它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呢 都全部啊 总结完了 那么对于这两款轿车的话呢 最终大家做选择的时候呢 其实都取决于细节 和一些个人的舒适感 因为这两台车呢 真的它们的评分非常的接近 那么在两台车的对比当中呢 只有一些主要的区别 非常少啊 比方说像是这个Camry 它的这个油耗会更低 然后呢 它的这个前排座椅呢 会更加的舒适 以及呢 那个车的这个内饰呢 会更加的高档 但是Honda Accord的话呢 它的这个动力系统 会更加的精致 它的这个前置的照明灯 会更加的更好 以及呢 它在这个制动力 就是刹车测试当中的表现 都更加的出色 剩下其他的方面呢 两台车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并且呢 这两辆车都获得了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也就是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 所颁发的这个最高安全挑战 Plus的奖项 同时呢 还在这个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也就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所有的这个碰撞测试当中呢 都得了五星的好评 所以说这两台车呢 本身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如果只看它的这个综合评分的话呢 两台车真的得分非常的接近啊 几乎是势均力敌的 但是呢如果说一定要推荐一款的话呢 那么取决于它的这个 Toyota Camry 它的这个卓越的燃油经济性 它的超级低的这个油耗呢 那么绝对是推荐这个Toyota Camry 因为这一点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 最最能够体验到这个 经济上面的这个实惠和差别的 那么平均一年的话呢 能省下100多块钱的这个油费 那么无论如此 如果你想在这个这两台车里面 选一台的话呢 都建议您跟这个家人 或者和朋友呢 一起前往这个车子的dealer 让他们坐在车里面 帮助你确定哪一款 最适合你和你的这个家身 那么如果你处于这个 家里面有小孩的这个阶段的话呢 你甚至还可以带上 你的这个安全座椅 然后呢尝试在这个车里面 去感觉一下 究竟哪一台更适合 那如果到了最后的最后 你仍然还是不确定 就这两台车呢 都是如此的接近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从中挑选一台 我们觉得比较喜欢 比较好的一辆车的话呢 其实可以在每款车 跟这个dealer的这个 协商的价格上面呢 我们去看一下 究竟哪一款车 可以拿到最好的优惠 哪一款车更加的便宜一些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个决定了 好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